現在的衣鬆呢 不知道為什麼要買89元這麼貴呢 咦?是什麼字來的? 噔噔!又有東西要買了 Hello 各位朋友,歡迎又回到高達老母大作戰 因為有東西要買的關係 我其實買了兩盤衣鬆 大家可以去哪裡買 在7-11會有 在Circle K會有 甚至在街市的舒服保坦也會有 總之有一賣衣鬆的地方 就會有 大家就留意 其實它會有三種不同款式 看圖就看到 它有三種不同款式 就是聯邦、自戶綠色和熊渣蠱 那現在已經變得很薄 以前的衣鬆很厚 但現在已經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好,不如快快快快看看這兩隻錶可不可以 我看過聯邦軍的錶面 我真的完全接受不到 它用了深藍色底再加上 不知綠綠黃黃的錶面 即是旁邊的兩個錶面 我接受不到 是很肉酸的 所以我看到這兩隻都覺得OK 如果買來收藏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究竟 戴又行不行呢 我現在就會做少少東西 試一試 看看裡面究竟有什麼餡料 好 大家可以看看 由頭到尾看看 這隻錶帶 好像是尼龍 好像而已 我只要摸 就分不到 因為有些叫條鱗 條鱗便宜很多 我相信這些是叫條鱗 而不是尼龍 是相差很遠的 而最後會有一些洞 讓它穿回錶帶針 看看質地又如何 錶帶這個扣 是普通的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錶帶的厚度是OK的 錶帶的厚度是OK的 這些位置 他們通常都會用一些 辣一辣 辣到它 埋了口 所以就不是太圓滑 但是可以接受 這個 這個就是 叫什麼 紅碎星 這隻是紅碎星 來的 撕一撕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可以再好一點點 撕一撕給大家看一下 撕一撕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圖案其實就是 早前5月還是4月的時候 出了那些紅渣的圖案 而錶面就是這樣 撕給大家看一下 正確來說 這裡有個白色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是頂著 頂著 不知道什麼 拔掉它 不知道已經掉了哪裡 好了 它的目的就是 可能是 等一隻錶 不要走 正確拍錶 通常會這樣 這樣是最漂亮的 所以 如果我按下去 它應該會走 那支秒針 OK 就是這樣 這個紅碎星 是沒有什麼紅色的 所以我覺得挺漂亮 一看這個 這個表面是OK的 我覺得 所以我其實三尺之中 最喜歡這隻 看看綠渣是怎樣 對了 綠渣 我把那些保護貼 都撕開了 它有一點塵在表面 這個設定了 我在裡面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這個設定了 這個 背部也是一樣 讓大家看看 這個 這樣 這樣 對 也不錯 也不錯 有點紫毛 哈哈哈 錶面就是這樣 這兩隻出來的效果 也是不錯的 對 但是OK 所以抱歉 聯邦那隻實在太噁心了 我真的接受不到 還有這隻 這些大上手 可以的 綠渣這隻 都可以的 大上手 這些 這些顏色 那 好了 那條帶都可以 不過它有些收針位 這些收針位 就有一點點 解 沒辦法了 你買得這些便宜的東西 也是這樣 這裡又有一塊 我先把它拔掉 白色這塊 究竟能拔掉 對了 又不知道跌到哪裏 真的不知道去哪裏 真的 好迷幻 那隻東西 所以應該 英俊的應該是這樣的 你看看它是否有效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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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箱就沒什麼特別的 開箱 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 但在開箱之前 我試過一個功能 就是 它的夜光情況是怎樣的 那 試一下吧 先關燈 先關掉 這邊 有個夜光嗎 有了 先關掉螢幕 先遮遮燈 這個可以看到嗎 也看到 勉強也看到 對了 勉強也看到 夜光的情況 那 好了 看完夜光之後 我真的要 開箱了 好了 在拆錶之前 也跟大家說一說 這兩隻 錶的材料 先 剛剛說過 錶帶 我相信是 一種叫做 條輪的 紡尼龍 物料 而錶身 這個 叫做 錶身 這個框 我感覺到 是很冷 金屬 兩隻都是一樣 都是金屬 感覺都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 質感 當然 這個應該是 噴上去 一定會刮花 一定會掉 所以 在花之前 因為我即將會開 在花之前 給大家看清楚 是怎樣的 我剛剛已經把 這支針 塞進去 這支不開了 我就會開這支 為什麼我要開呢 就是 大家帶錶都會知道 錶帶當然會濕 這些 類似布料的錶帶 濕了會乾乾 乾了又會再濕 沒什麼特別 所以 不會太在乎 當然我自己會喜歡 膠錶帶多些 另一件事 就是 這個底蓋 以及 這個 機殼 中間 會不會有一條 叫做 防水膠邊 會不會有呢 有 有沒有那個東西 會很大影響 影響 這支錶的內容程度 現在我們馬上拆開它 看看 這支錶 能否有這些東西 最簡單 最基本的東西 這支錶有沒有呢 因為 本身這個錶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沒有 它是沒有寫Water Resistant 這支也沒有寫Water Resistant 所以這支是可圈可點的 大家要留意 不過這支我喜歡 這支很低調 正 雖然兩個都是自護 好 好 拆東西 來了 那麼 底殼 通常 旁邊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位置 是粒粒的 應該大概這個位置 對 這個位置是 有些東西凸出來的 這樣 大家可能 這樣看得更清楚 通常這個位置 叫就可以了 大家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這麼大膽 其實我六歲起 六歲到幼稚園高班 已經是 拆開錶 因為我家裡 小時候是做錶 已經花了 哈哈哈哈 看到嗎 剛剛叫一下 已經花了 真的 差到沒有朋友 又花了 看到嗎 我還叫不叫它好呢 叫 不要理它 就是 這些叫做戰損 戰損 戰損 行了 OK 已經花了一點 戰損就在所難免 所以 繼續 我怕 反而是G批頂不順 拿個另一支 旁邊這些位置 旁邊這些位置 已經花了 好 繼續 搞定 好了 一開 是一個很便宜的機心 不是這些 就 算了 是這樣的 八九元 這裏 它有做到一個 邊 看到嗎 黑成這一條 黑成這一條 這樣 是可以 suppose 可以 拿出來的 是不是 這個位置 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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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這隻手指 是 感覺到 有點彈力 的 指甲 按下去 這個位置 是有點彈力的 似乎是 似乎是 算數 當它有 不過老老實實 這隻 雞錶 賣 八十九元 也算是有良心 轉到的 指甲 轉到的 因為 沒有鎖 一鎖 按下去 這樣按下去 它就會過電 就會開始走 那 換電池 怎麼換呢 讓我看看 它這個位置 頂住了 應該可以轉 轉 還是這樣 揭開 我想應該是整塊 膠 這樣揭開 讓我看看 然後呢 又是一樣 咦 錶面正在動 哈哈哈哈 哈哈 看到嗎 錶面正在動 如果你真的想拆 或者想怎樣 你就可以 先拔走 那支枝 這裡向來拉 狠狠地扯 然後呢 這個錶針 就會和錶肉 分離 我現在不做這件事 剛剛有一個塵 其實我可以配搭這個機會 等等 先撕回膠 配搭這個機會 吹吹它也可以 好 先放在這裡 我有一個折折 看看 配搭這個機會 吹吹它也可以 能否看到那顆塵在哪裡 好像不見了那顆塵 好 簡單地吹就吹 那顆塵就走了 走了去別的地方 是不是 OK了 乾淨了一點 行 對了 換電就這麼簡單 這顆電池 叫開它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又安裝它 很簡單 換電一下 這顆電池 我想都是借 幾乎 不用了 有些地方很便宜 試試看可行不行 再調整一下 再調整一下 最漂亮的錶針 擺位 是這樣的 然後呢 就拔掉這個 保護器 按一下它 先 撐住它 對了 動了 之後呢 又拔掉它出來 然後放回保護器 怎麼放也沒所謂 其實真的 好 嘩 好 塞進去 好了 玩完之後呢 就固定 這個 就這樣吸上去 很低能 這個 又可以移一移 可能會歪一點 不要緊 就這樣移一移 都固定了 就算了 就是這麼簡單 很快有戰損 看到嗎 連這個 連這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都已經戰損了 得出的結論呢 就是 這個錶的 防水能力 是很差很差的 大家 用來收藏一下 就不要太激動 烹衫涉水 這些當然不要做 要買 買一隻 Casio 就算了 這個 這個 是太陽能 有均綠色的 均綠色的 均綠色的也很漂亮 因為我朋友買了信 我買黑色 再加金色針 買這個 自己貼過 自護 logo 這個 這隻錶 真的 純順收藏 好 或者有些大事大節 拿出來 大一下 承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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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但是 你們自己去想 八十九元 去買一隻 這樣的 cheap 值不值 自己去想 不過 喜歡就沒辦法 看看片頭 會說 在哪裏 可以買 你們自己去買 好 今次的影片 就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